傳統的民宿工藝在早期農村社會當中 反映了多元化的價值 主要工藝有的可以用、有的可以吃、有的更可以試圖 用都可以說是非常看 在生活文化當中不可以看這個工藝品 但是在社會工藝化的帶動之下 民宿工藝漸漸退市行 中華館員陳玉姬在中華館員會館長這順當中 建設關護家庭民間傳統基於的團成 讓傳統工藝可以繼續團成下去 宿舍把可以做成這麼漂亮的天鵝 也可以做成大型的工藝品 這都要靠工藝術一項腳手來完成 傳統的民宿工藝 在早期的農業社會是真的文化 不然是可以用、也可以吃、還可以吃頭 用都是真看 是早期民眾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 只是隨著攝帶變成 很多工藝就漸漸失團 所以管以完成預計 就提出希望管府可以加強傳統工藝的保存 不要讓傳統工藝的失團 傳統基於傳承 政府應該有政策來延續發展 平臨私傳之傳統產業 與民俗文化資源之永續傳承 來規劃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創辦特殊的文化技術訓練 職項及作業訓練 不知道縣政府目前的做法 有哪些項目已經在執行了 或是未來是否準備開設哪些訓練 例如一把工藝就不用吃 你看這隻青蛙、這隻金魚 還有這個是用寶特瓶做的喔 我們環境 其實我們的環境 你看你用寶特瓶 我們所有的垃圾 海洋垃圾 垃圾 第一名的就是我們的俗家公 第二名就是這罐寶特瓶 所以真的你自己買工藝 相信他就不用怕沒飯吃 還有這個你看 箭子 箭子可以在夫妻之間 小朋友之間丟來丟去又可以玩 那鍵盤張的時候又可以穿穿的 穿穿的 還有我們的 雞毛穿 你看這隻雞毛穿要百多久 這個百多久 他又說真的 我們如果傳統記憶 他的東西 你看他的百多久這麼有錢 就這隻雞毛穿 像畫廣文化球長的標示 文化球占對傳統記憶 有好的課程 一般的民眾都可以報名參加 我們彰化傳統真的是人魂會雀 非常多的藝師都非常 作品都非常精彩 那其實上依照文資法部分 如果他是具有傳統工藝 或者是一些技術保存者的話 文資局這邊都有相關的輔導跟輔助計畫 像我們人間國寶是位老師 像我們這個陸港很有名的木雕 有些老師都有些創作 都是可以有申請輔助跟開課的 那如果是沒有這個文化資產的 這個身分的這些老師跟技術保存者的話 其實我們文化局有研習班 我們也針對一些傳統工藝 最主要是我們會跟老師溝通 要老師有開課的意願 比方說像獅頭啊殘花 其實在我們文化局的研習班 也有開對這樣方的課程 傳統工藝是受於民間藝術的一部分 是一般民眾在這裡創作 原本是為了萬職生活的需要 有什麼材料就做什麼 後來因為生活有名的發展 加進了美感跟人生的力量 變得很得完 重播了鄉土的氣息 非常大家好好保存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蔡宏伯德